去年嘉定成功获评全国国民城区为巩固创建成果 推进工作常态常效建设 今年嘉定将在实行行动基础上开展美丽系列创建评选 今天上午全区首批美丽系列示范点在南翔肉排 作为南翔镇最美公园 檀园眼下这里正在举办春季花展 二十多个品种近百盆不同造型 花色各异的杜萱花点缀在江南古典的亭台楼阁 显得格外楚楚动人 欣赏完美景 游客还可以前往公园的小广场 体验剪纸 茶文化 多肉植物种植 盆景养护等活动 我一进这个茶园 我感觉就是好像不一样 心情很好 除了活动丰富 在服务上原方也是细致入微 不仅保健员员都穿上特制马甲 化身为景区指引员 公园两个售票处还都设立了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提供医药箱 雨衣 饮用水等便民项目 有的老年人过来 有哪些人也都可以的 特别方便 除了美丽公园 接下来家庭还将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 美丽街巷 路段 广场 村落 河道 庭院 楼道 人物等系列评选活动 并制定测评标准 通过开展特色活动 发挥典型样板的引领示范作用 首先栽盆景 然后是玉森林 通过我们样板点的杂造 不断推动我们先进的管理的方式方法 然后让我们家庭区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够看到美丽的身影 家庭台记者张志斌 王家俊报道